现在目前来看一下 红军村现在真的已经受到了三面包夹 现在目前的这个战术上面 我们来为大家解析一下 这个乌克兰他们的军校 遭到俄罗斯的飞弹空袭 是在这个波塔瓦这个地方 波塔瓦我们先把它圈起来 那目前已知已经造成了51死271伤 那泽伦斯基就说这是俄罗斯败类 要为这次的攻击负起责任 那当然是他这个乌克兰非常的愤怒 可是这个俄罗斯的战略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红军村的位置 现在这边是顿内刺客 红军村在这样子的位置 然后波塔瓦等于是在他的这个西边 然后哈尔科夫呢 这里也有一些这个雷霆袭击 所以这边是来自于北边的攻击 西边的攻击 以及乌冬的攻击 乌冬的攻击 现在目前俄罗斯续攻乌冬 来占领领土 那他们讲说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 现在大概是推进200或是300米 任何的领土 大概是用这个平方公里来计算 所以持续快速的推进 等于说是这个三面夹籍的一个态势 目前这边是这个红军村 那红军村呢 它其实本身的名字就叫做波克罗夫斯克 目前因为呢 就是当这个三面包夹过来的时候 所以现在这些乌克兰人 他们在挖掘战壕 并且准备可能要告别红军村了 因为现在距离只剩下 不到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三面包夹恐怕这个红军村 红军城有两种讲法 红军城或是红军村 恐怕就快要被这个俄罗斯拿下来 一旦拿下来之后 这边就是聂伯和乙东的大乌冬 恐怕就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据点 可以让他们可以防守抵抗俄罗斯了 是不是整个大乌冬就都会沦陷了呢 那再来我们看看 普京也向这个外界来展示说 他好像在这一场战争上面的一个从容 他甚至还跟这个孩子们 就去到俄罗斯的一个活动来讲说 他当时为什么会从事情报工作 我们来听一下 好 所以泽伦斯基当然现在也承认了 目前在遇到了困境 他说乌冬地区 其实特别是这一个红军村的附近 俄罗斯军队过去两天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进展 但是的确已经让他们 好像遇到了一个困境 感觉上面面对到了包夹 所以感觉整个俄罗斯的扫荡乌冬速度 比他的预期来得更快 另外呢 看看这个乌克兰他们的媒体提到了 现在俄军使用的雷霆E-1 这种混合飞弹来攻击乌克兰 这个东北部的大臣哈尔科夫 这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最大的射程是120公里 也显示说呢 这个俄军现在持续在战争当中 升级他的弹药设备 他可以从这个北面 这样子打下来 是比较远距离的这个打法 然后打这个波塔瓦呢 可以吸引一些红军村的乌军过去 让他们可以持续在乌冬这边 推进过来拿下红军村 那目前这个乌克兰 因为感觉上面战事 好像不如预期 在这个库尔斯克的 他们攻击俄罗斯的这一个位置呢 感觉现在目前俄罗斯 也有一些相对应的反击动作 那他们也得要往回防守 这一个哈尔科夫 因此呢 这个乌克兰目前他们本身 有五名的部长是集体辞职 也就是说他们的内阁 已经有三分之一悬控 政府要进行重大的改组 就连他们的外长库列巴 我们常常在新闻当中看到 他也即将要被截支 那这样子一个 好像这个战斗内阁 全部都空缺的情况下 要怎么样继续这一场战争 恐怕是泽伦斯基 目前很重要的一大课题 那再来北约 是不是要拉高这个战局 美国要向这个乌克兰 再提供长城的巡弋飞弹 那这个美国媒体当然是讲说 这可能会有这个改变战局的局势 因为现在看起来 乌克兰又被包围起来了 又好像站在比较劣势的这一面 那巡弋飞弹能够让他转手围攻吗 能够守得住这个红军村吗 恐怕还有待观察 那现在泽伦斯基甚至还往 这个加拿大去搬救兵 希望加拿大能够提供一些防空系统 装甲车来授权乌军来使用西方的武器 等于说已经找到了加拿大这边都来帮帮忙 因为现在很多欧洲国家 已经不太愿意再提供新一波的军援 那波兰呢 他甚至军费还创下新高 因为他就在这个乌克兰的隔壁 现在这个全球的军工业 通通都涌入了波兰最新的防空展 希望能够抢订单 因为波兰生怕 如果一旦乌克兰大乌冬整个失守的话 是不是下一步可能会朝向波兰 所以波兰现在也在提高警觉 要做好他的一些国防准备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 这个其实你现在这个 等于说内外交迫的情况下 真的感觉上这个乌克兰 不晓得还能春多久 这个外面的军情这个告急 内部又在那边整肃 有的部长不是被换 有的是自己请辞 那这个就不就跳船了吗 你这个部长是位高权重 好处又很多 怎么都请辞不干了呢 是不是想要赶快就 可能像我们国内某人一样 他这个儿子孙子已经先到美国了 他是不是自己还没去 也干脆辞职以后一起到国外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很不好的迹象 我觉得迹象现在比解释还重要 因为现在这个媒体 西方的媒体是硬撑住乌克兰了 对 乌克兰现在感觉像这个国家有点像 就是说一项吸毒的 他在毒瘾发作之前 全身又是流鼻涕 又是好发抖的 这个毒品一打下去 他又精神百倍 这毒品就是美国的金元跟军元 这个战争美国的金元跟军元断一天 这个战争就打不下去了 这个战争打得还有什么意思 对 然后自己的国土老百姓 基辅的老百姓又回到这个地铁去躲这个飞弹 躲空袭 对不对 然后乌克兰有说百分之八十的地方供电都有问题 你晚上的电都没有 对 然后冬天快要到了 所以这个日子是很难过了 那前面你还派军队派了差不多 当初是一万多军队打到俄罗斯的 固尔斯克 现在又如何呢 还是那一千平方公里 再吹也是一千平方公里 对 你有打到莫斯科吗 你有往前更进一步吗 自己把前面的桥都切断了 就是表示你不愿意往前走 所以这些战略看起来 基本上都是配合美国的选举 我就是说就是配合美国选举 哲伦斯基到底是代表乌克兰的利益 还是代表美国 这个拜登总统的利益 现在已经混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他身边的很多这些部长 也看不下去了 有的人真的就不干了可以吧 对不对 然后不听话的 那这种人就把你干 就给你炒鱿鱼 现在就是外忧内患 这个情况之下 那你看其实普丁他还是老神在在 他又跑到这个 又跑到这个什么 这个车程也去跑了一趟 对不对 最近又去蒙古 蒙古铺红地毯 然后那个小女生十几个在那个穿的俄国式的衣服 然后用唱俄文的歌曲来取悦普丁 普丁过得蛮快乐的 到了整个俄罗斯 到了蒙古 蒙古人全部用俄罗斯语在迎接他 对连翻译都不要 所以现在是谁紧张谁不紧张 对所以这场战争 你如果说听西方的媒体来讲话 哇不得了了快打莫斯科了 我们国内有些媒体也在误导我们的老百姓 也有这种错觉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 政治人物真的现在 尤其西方政治人物都不讲实话 不讲实话 最后倒霉是自己老百姓 好 来请教舰长 俄罗斯用飞弹攻击了乌克兰的军校 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下一代的这些指挥官 也都没了 就全部打掉了 当然不是全部 但是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看现在的战况的话 大家就是我们台湾部分的媒体 很喜欢讲 哇库斯克打得真是 嘎嘎的好 真的吗 我们看到他根本就是放 这个普丁就是放了一个空城记 让你进来 让你进来没关系 然后你的苏米就挨了一大堆的飞弹 挨了一大堆的飞弹死的都是老百姓 然后你的金锐全部派去打库斯克 我想请问一下 那在这边这个红军村 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我们看到全部都是短冰相接 那我们刚刚讲说到底接近的距离有多近 那这是我们看到说 8月30号的时候 距这个他们交锋的最前线 距离洪军村只有5公里 那到了9月1号只剩4公里 那大家觉得这样子推进很慢 我们要搞清楚 这一个红军村它其实是堡垒城市之一 什么是堡垒城市 也就是我们看到去年的5月 巴赫姆特沦陷 就是被俄罗斯给收复 那这个地方就是堡垒城市 那还有阿富迪夫卡在今年的2月收复 那这个也是堡垒城市 下一个就是红军村这边 我们看红军村这边有一大堆的公路 以及一条铁路经过这里 这里是交通枢纽 而且是他们的一个补给的重心 另外我们看到这一个点就是红军村 它这个一条一条的线都是什么 都是碉堡 当初现在就是如果一贯穿之后 后面没有了 后面就没有了 都是种小麦的平原 所以为什么现在泽伦斯基这么着急 一天到晚要飞弹 原因就在这里 刚刚有最新消息是说 普清已经准备要对付库尔斯克了 就是他本来是放了一个空城 但是他现在可能已经要对 就是要正面迎接这些乌克兰的精锐部队了 我们来请教一下 这个胜丰哥怎么看 这样子这个有关俄乌战争 我只能讲大事 我没有办法讲到细节 这个大事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看 所有历史上失败之前 这一些都会做什么事 第一个 刚时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 一路败战的时候 我们天天报纸看到什么 是叫转战 就是说他明明是被共军打败了 但是报纸不能说我败了 我说我要转战 什么叫转战 我只是现在不在这里打 我才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 结果转转转就转到台湾来了 日本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前 你看日本的报纸 没有打输仗 一路从蓝阳打 已经打到了这个琉球 但是日本的报纸里面 没有打输仗 还都是赢的 中途导战力日本是大败 但是所有的 惊爆信息里面 日本是大赢 所以今天的乌克兰 是不是就像这样子 就是每天都是在 报纸上打赢战 每天都是在媒体上打胜战 而事实上是兵败如山倒 所有的兵败如山倒 我们就看一个现象 这是普丁可以到世界爬爬走 可以去开所有的国际会议 那责任之境也是爬爬走 去干什么 去演讲 然后去要资源 这输赢已经过清楚了 可是假如我们不去看这些 只看台湾的报纸 只看立美的东西 那俄罗斯垮了 早就没有了 从希望的报纸来看 俄罗斯也早就被攻下了 但事实上告诉我们都不是 因为俄罗斯这场战争 叫特别精致行动 它打的是一个有限战争 这绝对是有限战争 就是说我只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战略目标 我就要停了 但是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还是搞了很多事情 叫违魏救灶 去打过尔斯科 结果当时大家讲 一定会打进到莫斯科 结果呢 去年不是讲要 那前面缓攻吗 结果呢 什么都没有 所以乌克兰人也好 责任之界好 你要想一想 作为美国的棋子 作为美国被拱火的对象 一个国家被整到成这个样子 各位再想一个事情吧 你知道为什么苏联撑不下去 苏联这么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大量的年轻人 战死在了沙场 尤其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 当了政委 在军队的时候 因为作为红军的政委 他必须带钱往前冲 这些政治干部在战场上 年轻的干部牺牲掉了 吸引掉的结果这个苏联怎么办 所以苏联到了最后 就是一群摔摔牢羽的人 联系三届 联系三届的这个什么 这个中央委员会议 他是没有换代的 这一届一届的年龄的延长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可用 年轻人都站着在沙场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乌克兰有一天在重建的时候 你失去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年轻的生命 这个国家要再站起来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只为了什么 只为了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 只是为了满足了 泽伦斯基的自我幻想 但是付出代价的 是可人的乌克兰的命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